今天来看一部尸瓦金哥主演的动作片《魔鬼司令》 又名《独闯龙坛》 片子很老,1985年代,比牛叔我都要大整整15岁 想必也是很多朋友的童年记忆 那个时代的动作片现在看起来真的很神奇 都赶上玄幻片的,比燕霜鹰还要8个 可是小时候却看得津津有味呢 好了,废话我都说,这就开讲 咱们的主角叫尸瓦星哥永强儿 曾是美国的一只秘密特种部队的首领 绰号《魔鬼司令》 如今龟隐山林 和可爱的小女儿过着宁静幸福的小日子 也从未想过重出江湖 然而树欲惊而风不止 江湖上突然发生了几起暗杀案 小车员被当街枪杀 汽车小车员被当街撞死等等 随后军方的飞机便赶到了永强的山中小家 来者是一名将军正是永强服役时的领导 原来那些被暗杀的人都是永强曾经的部下 显然是有人在针对他 而永强以前为军方着实干了不少阴谋诡计 在全球都有敌人 所以一时半会也确认不了到底是谁干的 为了保护永强 将军希望他能重出江湖 亲自去调查幕后黑手 可永强以孩子还小 保姆不好找为由 拒绝了将军的提议 于是将军留下了两位大内高手作为保镖 岂不知军方的飞机刚离开 他们就遭到了偷袭 一个高手当场嗝屁 另一个也身受重伤 永强临危不乱 先让女儿躲进了自己的睡房 然后跑到后院 在武器库里装备好武器 准备大战一场 可等他赶回来 第二个大内高手已经嗝屁 女儿也被歹徒绑走了 对方还留下了一个人谈判 哈哈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所以你必须乖乖的听我们的话 对吗 永强的字典里就没有拖鞋这两个字 见对方刚跑到山下 便要开车去追 哪知道车子已经被破坏了 但这也无法阻止永强 因为他刚好穿了一双特步鞋 那就来一把不走寻常路 飞一般的感觉 只见他直接将车子推下山坡 不顾一切的俯冲而下 跌跌撞撞的随时都有可能车毁人亡 这可把对方给惊呆了 然而永强的方向盘不是特步的 车虽然及时拦住了对方 但也彻底摔了个底朝天 如果不是跑得快就一起炸飞了 随即更是陷入包围 被对方给打趴下 这招啊 这招就自投了网 让永强难以置信的是 暴徒的首领 竟然是自己曾经的特种部队副官 江湖人称美利坚疯狗的 尼古拉斯德比欧 毫无疑问 他之前被暗杀就是在炸死 等永强醒来时 已经被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幕后黑手王大拿也现身了 这王大拿原本是女儿国的独裁者 可是后来却被永强率领的 特种部队给推翻了 于是他搜买了德标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女儿国现任的总统 既然是永强扶持上去的 那就让他再去刺杀总统 把咱的王位给夺回来 大拿不怕永强不肯就范 因为保卫女儿在自己手里面 你敢不老老实实配合吗 很快永强被带到了机场 大个负责监视他 一起去女儿国 小个则负责看着飞机起飞 免得永强耍花招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太小 看了魔鬼司令 他的背包里从来就不装拖鞋 在刚刚准备起飞之际 永强突然一肘子打瘀了狗个 然后拧断脖子 在伪装上睡觉的模样 还不忘提醒空姐 别打扰自己的好朋友睡觉 他不吃饭 接着飞机开始滑行 永强则偷偷地溜到了下面的行李舱 另一边眼见飞机即将起飞 小个也就放心地离开了 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永强竟然从飞机的轮子部位 爬了下来 当然现在是不可能跳的 否则怕观众接受不了 于是飞到一片沼泽的上空时 他合情合理地跳了下来 看到这儿 观众们可能会质疑牛顿三大定律 我建议大家不要质疑 你们也没当过特种兵 给这儿自己撒呀 飞机到达女儿国需要11个小时 一到那儿街头人就会发现 大个已死 所以留给永强救女儿的时间 只有11个小时 不过这对他来说足以甚至还有富裕 接下来永强在机场里搜寻小个 因为他是眼下追踪王大拿的唯一线索 这个小个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在机场里还泡起了妞 他相中了一个肤色很健康的白人小妞 伊丽莎黑流盈儿 厚着脸皮一路高高达达 可惜流盈四个空姐 只喜欢个子高胳膊粗的男人 在人群中 永强不敢贸然出手暴露自己 只好敲咪咪的跟踪 小个儿的泡妞大法就是甜甜甜甜 如果对方受不了了 骂他了 他再滚蛋 刘盈儿果然是个正派的女人 马上就让小个儿滚了 只是他没想到 刚赶走色狼又来了头色虎 永强突然挟持了他 一把扯着了座椅 免得自己坐得太显眼 刘盈儿彻底吓傻了 搁哪儿冒出了个傻老爷们 还挺威猛的呀 他按照永强的指示 开车跟踪小个儿 永强要找个安全的机会逮住他 跟着跟着就来到了一座万达商城 永强把女儿被绑的事情 告诉了给英子 希望他能牺牲一点点色相 把小个儿演过来 然后我好一把制服他 请你相信我 刘盈儿果然就相信了 然后就准备实施勾引 哪知道他一转头 就去找了巡警 巡警一看永强确实鬼鬼祟祟的 关键是胳膊跟着太粗 一看就不像好音 赶紧通知了附近的兄弟过来帮忙 而小个儿此时正在和一个走私贩交易 花了一大箱美金 买了半斤都没到拉皮 心里还美的不行 然后一转头就看到了刘盈儿 哎呦 但随即又看到了永强和巡警在斗 这些小喽喽哪里是壮汗的对手 噼里啪啦一顿毒打 小个儿被吓得立刻去电话亭通知网大拿 永强也急忙飞扑过来 哎 你敢打电话 老子就敢打电话亭 你还打是不是 他干脆直接把电话亭给连根拔起 只可惜巡警实在太多 又把永强团成围住 混乱中小个儿连开几枪制造混乱 趁机逃了出去 永强好不容易摆脱了巡警 可还是晚了一步 让小个儿给跑了 他急忙开着刘英的车去追 没想到刘英也急冲冲地主动上车了 因为他刚才看到小个儿胡乱开枪 意识到永强说的可能是真的 我虽然是一个空姐 但何曾不想成为一个女侠 永强一路猛踩油门 最后将小个儿的车子撞翻 噼里啪啦一番肉搏 终于降服胯下 他把小个儿临到了悬崖边 逼问王大拿和女儿的下落 倒要看看江湖义气厉害 还是地心引力厉害 小个儿魂飞魄散 只好交代 自己不知道王大拿去哪儿了 但和我住在一起的黑炫风知道 我带你去找他 万万没想到永强 已经在他身上搜到了钥匙 毫不客气地把他丢给了地心引力 随后又笑纳了小个儿的车 在认真地听了永强和女儿的故事后 刘英更加深受感动 决定帮永强帮到底 而此时的王大拿 已经带着女儿来到了某个小岛上 这里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兵营 能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 藏匿这么多士兵 可见他的能量也非同小可 另一边永强根据钥匙 找到了一家连锁快捷酒店 三文以来文 时间也只剩下八小时 不过进门后并没有人 他们四处搜集 也没有找到女儿的线索 而此时黑炫风说道就到 永强立刻扒开六人的衣服 假装是和小个儿风流过的风尘女 把黑炫风骗了进来 然后突然一拳 没想到这黑炫风也不是三角猫角色 不就分手和永强打了起来 两人打着打着就打到了隔壁 打扰了人家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 最终黑炫风用枪逼住了永强 哼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我擦还真他妈没有 趁着黑炫风懵逼 永强给他好一顿暴揍 哪知道玩的太嗨 一不小心就直接玩嗝屁了 万幸黑炫风死后又掉落了线索 一张飞机加油的发票 看来王大拿在加油站附近有私人飞机啊 两人又急忙找过去 果然找到了一处小据点 然而飞机早就被王大拿开走了 好在永强又找到了飞机的坐标 锁定了一个小找的位置 忙活了一大圈 终于资老女儿在哪儿 接下来势必有一场恶战了 于是永强又找到了一家还联潮事 大半夜的早关门了 不过关门更好 正好老子没钱 可以光明正大的抢了 他直接开铲车撞了进去 然后搜刮各种装备武器 甚至连火箭炮都有 刘英先把东西扒拉出去 而永强还在贪得无厌 突然就被赶到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眼看着时间只剩下五小时 永强叫警察联系将军 帮自己解释一下 但人家哪里会相信 别说你女儿丢了 你妈丢了都不好使 就在这种绝望的时刻 刘英居然不离不弃的跟了上来 他已经被永强激活了狠人天赋 忽然系出了火箭炮 扑地一丧人就放了出来 哪知道闹了乌龙 居然拿反了 好在这是连法师的 没等警察反应过来又是一炮 瞬间把警车给炸翻壳了 当然只要是主角开的炮 就一定炸不死人 只是炸到能把人救出来就够了 随后二人赶到了海岸 偷了一架私人飞机就丧了天 但是怎么说这里是美国的领土 小飞机很快就被空军发现了 指挥台让他们马上返航 否则就要发射导弹 可是作为一名空姐 刘英理所当然的会超低空飞行 躲避美军雷达简直不要太轻松 等赶到小岛时天已经亮了 为了不引起注意 便把飞机停到了海边 永强独自去救人 刘英则留在这里等着好消息 顺便尝试联系将军 咱们述说简短 永强上岸后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 不久后便摸到了老巢附近 却见老巢内兵多见广 一产血战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航班也终于到了女儿国 大个的尸体被抬了下来 街头人立刻就知道了大事不妙 把消息告诉给了王大拿 大拿听到之后又是震惊又是沮丧 恼怒的让范德镖去杀掉女儿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永强的女儿也继承了狠人的基因 瞳瞳孤孤的就逃出了房间 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永强已经偷偷的在周围 安置了大量炸弹 随着行迹暴露 干脆和小罗罗们大战起来 虽然对方人数众多 好在一个按钮下去 便端掉了军营 至少解决了一半战力 范德镖知道是永强来了 反而更加兴奋 终于可以亲手战胜他了 而永强这边 则彻底和小罗罗们爆发了血战 他先用火箭炮炸在天翻地覆 完全势不可挡 只可惜炮弹太少 好在还有冲锋枪和手雷 继续开启无双模式 其进其出 不管是在房顶上 墙上 树上 草坪上 哪儿哪儿都有永强 端着机枪的身影 而小罗罗们明显都有似的问题 不管怎么打 都是苗边枪法 而且一个个急着领盒饭 争先恐后的排队被枪毙 看得出来导演有些扣门 非要让他们换个帽子和地方 继续冲出来表演 一顿盒饭要死好几轮才能吃到 最后永强弹尽粮绝 又被手雷狠狠地炸了一下 只好躲进了旁边的工具小屋 小罗罗们兴奋地围了上来 一顿疯狂秃秃 把屋子打成了马蜂窝 且不是永强 还是毫发无伤 突然从房梁上出现 用各种农用工具 杀出一条血路 再捡起武器 继续无双模式 于是没吃完盒饭的小罗罗们 只好又排队冲了过来 冲啊杀啊 早点死早点下班啊 如此一来 小罗罗们总算死得足够了 最后便是永强和王大郎的对决 可惜这个大反派 也没有能坚持几招 被一枪喷成了筛子 当然电影还没有结束 别忘了还有狠人范德彪 他在地下室里 抓住了永强的女儿 等永强找过来 突然遭到偷袭 被打伤了胳膊 这下德彪完全占据了上风 再一枪崩掉永强就完事了呗 可惜他不是主角 被永强一顿忽悠 智商就掉到了二五零 德彪 你不是不服气老子比你强吗 那就来呀 来一场公平的百战战 谁输了谁孙子 来 德彪果然是个莽夫 终于忍不住了 先后扔掉了女儿和手枪 这两张王牌 然后从裤裆里拽出家伙 和永强肉搏起来 咱们可以看出来 德彪的脑子 多多稍稍有点问题 正所谓傻人有傻福 所以他啪的一下 就被永强给插死了 没有受到一点痛苦 太好喽 刺客饭喽 按照传统套路 等将军他们迟迟赶到时 只能给可怜的反派们收尸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一个人灭掉了一支军队 这有什么难的呢